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OK,过去这个周末呢,过得怎么样呢? 这个周末呢,其实新闻还蛮多的啊,就全世界的疫情还是持续的发烧,在台湾的话呢,除了李登辉前总统过世的后续消息之外啊,突然之间,就在我们谈到说他对于民主的贡献等等啊,台湾的民主呢,却出现了,立法委员朝野都有啊,前任先任都有,总共呢,四个立委呢,一名党主席啊,这个因为收惠的啊,这个疑云遭到生压啊,所以呢,这相关的一些新闻呢,都在进行当中啊,甚至生压停啊,现在还在进行 当中,呃,最新的消息是呢,呃,无党籍的立委呢,赵正宇啊,他是加入民进党党团运作的,他呢,呃,这个交保,一百万交保,那另外的话呢,其他的立法委员,呃,这徐永明是漏夜呢,在进行相关的这些,呃,这个整个开庭啊,那另外的,呃,委员跟这些相关的白手套啊,今天会陆陆续续呢,在开庭当中,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呃,说,这个最新的状况,对于台湾的,呃,所谓的民主,就去国会啊,这样子的一个,嗯,算什么操守吧,啊,这个,呃,算是又一次的,也是朝野立委啊,算是,呃,很大的动作啊,而且呢,这样这个调查进行了两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呃,调查,甚至后来都到了拍了照啊,这个确切的证据掌握到之后呢,才展开啊, 就收线的动作啊,所以我们待会回来跟大家说,好,那呃,在今天呢,呃,还有一个另外的状况就是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天气状况啊,因为呢,台风,呃,先前还想到说今年呢,怎么台风都那么晚来啊,就才说着说着呢,突然之间啊,呃,说来就来啊,那虽然这个台风呢,来得还算蛮快的啊,这个轻度台风,呃,这个轻度台风呢,哈格比,他呢,在今天啊,跟明天两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实际上在昨天晚上啊,这个深夜,就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下雨了,今天清晨也是,啊,所以你会感觉到呢,今天清晨到下午啊,这个大概来说的话呢,有几,几个地区啊,跟不同的一些相关的影响,呃,就今天来看的话呢,从凌晨到今天的 下午啊,全天,那北部地区,北北基陶啊,会很明显的有震雨,那偶尔会有强降雨的发生啊,那目前预估的话呢,气象局的说法是呢,阳明山的山区还有东北角呢,会是呢,降雨最多的地方 好,但是呢,到了这个晚上开始呢,南部会加入整个的,呃,这个下雨的阵营啊,从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啊,这个因为台风北上了,要开始逐渐远离了啊,那但是呢,会引进了西南气流啊,那所以南部地区,呃,跟台东就全天有雨啊,我想这个部分,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台风,呃,对台湾的影响经常是这个样子,先是第一波是台风的外围环流,那接下来就算离开了,没有登陆,但是呢,引进了西南气流呢,会造成 南部地区啊,另外一波的这个大雨,那有些时候呢,实际上是会有好大雨沉灾的状况啊,好,那呃,在今天这一次呢,这个是轻度台风,所以可能不至于到那么的严重啊,但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啊,是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全天有雨啊,那山区要特别的注意,那再来的话呢,是在明天的时候啊,虽然看起来是南部跟东南部有雨,但是被封测啊, 这个相关的新北啦,桃园跟新竹地区呢,呃,说是,也是一样被封哦,这个相关的,呃,这个区域气候的关系,会出现午后的大雷雨啊,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啊,跟时间啊,会出现一些降雨的落差啊,所以呢,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一个是北部,一个是南部,一个呢,是被封面的桃竹地区啊,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都会呢,出现呢,下雨的状况,那整体来看的话呢, 是这个呢,哈罗比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到礼拜三呢,会很快的哦,回到呢,夏季的典型气候,又是呢,高温,炎热,哦,这样的一个状况,OK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今天天气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哦,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还有降雨几率,我们看到呢,在北部地区啊,是26到32度,降雨几率90%到100%,那中部呢,是26到32度,降雨几率70%,南部26%, 到33度,降雨几率70%到90%,而在东北部地区呢,伊兰27到33度,降雨几率80%,花东26到34度,降雨几率40%到50%,外岛地区26到34度,降雨几率10%到50%,OK好,所以呢,就是受到外围环流哈格比的一些影响哦,所以大家看到北部地区今天是降雨比较明显的,那南部地区的话呢,会在晚上的时候也加入哦,那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个,一定要带个雨几率,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空气品质还不错哦,与水的冲刷的关系 好,那看完天气,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 好,疫情呢,我们看到呢,在过去这个周末啊,这个在礼拜五的刷完,就一整天来看的话呢 呃,这个7月31号等7月的最后一天啊,这个全球啊,有29万啊,这个新增的病例啊,又是刷新的单日的新高 哦,那在周末的这两天看起来虽然好一点点啊,但是也都是二十几万二十几万 好,所以呢,当今天啊,从昨天到今天目前为止啊,又是呢,来到了新增的21万啊,1652个人新增感染啊 那4338个人啊,这个新增死亡啊,所以全球目前来到了1822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呃,有69万,接近70万人呢,死于新冠肺炎,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全球最新啊,好,那在这个,嗯,昨天到今天最新的状况啊 啊,美国、印度、巴西跟南非这几个国家呢,还是啊,这个疫情最严峻的 但是啊,在这个今天最新的数字啊,非常,呃,就今天有几个逆转了啊,所以呢,呃,印度啊,这个在昨天到今天是全球单日新增最高感染病例的国家 啊,他是52,783个人啊,这个新增确诊,758个人死亡,那美国退居第二啊,但事实上呢,他在前两天也都还是全球第一了啊 啊,所以呢,这个数字,是到当下为止的这个最新数字,到目前为止呢,美国是48,48,000多人的感染了新冠肺炎,呃,439个人死亡 啊,那接下来还是像巴西啊,两万四,那两万四千八百零一个人啊,感染新冠肺炎514个人死亡啊,所以呢,呃,美印巴啊,这几个国家呢,人流当地一步 大致来说的话呢,还是美国啊,这个新增确诊的病例还是最多啊,那只是现在印度啊,看起来状况呢,还蛮严峻的啊,已经到了五万多人 啊,那除了这个印度在昨天到今天为止呢,就是全球最多的单日新增的国家,呃,很特别之外啊 啊,再来就是说,就整个的美洲地区啊,这个嗯,除了跟美国跟巴西之外,其他的国家呢,飙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啊,这个哥伦比亚啊,昨天单日新增一万一千四百七个人,七十个人啊,所以已经突破了,单日新增上万了啊,这个部分是哥伦比亚 再来墨西哥啊,是接近万,墨西哥是昨天单日新增九千五百五十六个人,秘鲁啊,又回到了,啊,本来都是两两三千,现在又飙到了六千多啊,秘鲁是六千多啊, 六百六十七个人啊,单日新增,另外是波利维亚啊,这个昨天,呃,我们台湾又新增了六个啊,这个确诊的是从一境外进入的嘛,但这是菲律宾,中间一个呢,就是波利维亚啊,波利维亚呢,昨天单日新增两千零四个人啊,那智利啊,看起来是两千多个人,所以整个的 南美洲啊,这个看起来疫情呢,是非常的严峻的,而且呢,扩散的速度跟飙高的速度啊,尤其哥伦比亚啊,呃,是很超乎预期的,好,所以呢,这是整个美洲地区,从北美的 美国啊,到墨西哥,那到巴西,呃,哥伦比亚啊,这个秘鲁等等啊,这些部分呢,都还是目前呢,全球最严峻的地区,好,那除了呢,我们刚讲的地区啊,跟国家啊,这个印度,美国,巴西之外啊,这个南非啊,也还是值得注意的,昨天呢,稍微降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有单日新增八千一百,九十五个人确诊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比较严峻的啊,国家,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嘛, 啊,一样是五千多个人,但是呢,在昨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呢,在连续几天,我们特别提醒了,是大概两三千人,大概就平均每天确诊之后啊,在昨天到今天,它已经飙到了五千零,三十二个人新增确诊啊,所以它是在东南亚地区的飙升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昨天单日新增突破,又是破纪录啊,是五千多人,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印尼啊,一千五百一十九,好,所以呢, 在昨天,啊,这个看起来全球,啊,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是印度,啊,一个是呢,南美中的哥伦比亚,跟北美的墨西哥,再来就是东南亚的,啊,这个菲律宾,好,那讲到东南亚,啊,的同时,我们就看看亚洲,啊,这个亚洲的地区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了像日本,啊,日本的话呢,虽然没有破纖了,但是它昨天也还是有八百五十三个人新增确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啊,六百多人新增确诊,新加坡三百一十三个人, 中国大陆四十九,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来自于亚洲地区,啊,这段时间呢,亚洲算是有点死灰复燃,当中的话呢,菲律宾跟印尼,啊,是比较受到注意的,那我们临近的话呢,只是日本跟香港了,啊,那另外中东地区,啊,这个两一,啊,伊拉克跟,啊,这个伊朗,也都是每日,单,单日,啊,都是新增两千多,大概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OK,我们休息一会呢,再回来, 好,回到,啊,来时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是全球的疫情,啊,在这个昨天呢,出现了,昨天到今天,啊,出现了一些变化,啊,都会,都是还蛮严峻的,啊,但是呢,重点在于是有几个特别的突出,我们刚讲到的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呢,在东南亚部分的话呢,从昨天到今天,单日新增五千多,啊,那所以呢,等于在过去这段时间,啊,在东南亚地区,本来是印尼,啊,算是在东南亚地区比较严峻的,啊,但是目前看起来,菲律宾,啊,呃,这个就是急起之追,啊,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菲律宾呢,的医护人员昨天发起到目前为止声势,啊,这个最,最大的一次的抗议诉求,啊,他们呢,批评,啊,这个他们的政府呢,抗议失败,啊,目前呢,正在节节的败退当中,所以总共有80多个,啊,这个医护的组织呢,参与这样的一个,呃,抗议,啊,那OK,呃,包括了8万名的医生,啊,跟100多万名的护理师, 他们认为呢,呃,政府应该采取更严格的管制的措施,啊,那我想事实上也是,啊,这个政府应该也感受到了压力,啊,看到这个相关的数字,啊,每天每天的标,啊,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惊悚吧,啊,所以呢,昨天,菲律宾的政府宣布,从8月4号开始,就明天,啊, 啊,马尼拉,他们的首都,马尼拉,还有周边的省份,啊,开始,要实施更严格的防疫的封锁措施,时间呢,是两个礼拜,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啊, 特别讲到说呢,总统正式批准,啊,这个进行比较严格的隔离跟封锁措施,好,所以呢,这是菲律宾目前的状况,啊,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也是一个属于那种,呃,总是要展现出什么都不怕,啊,所以呢,对于疫情也不怕,啊,所以呢,很多状况看起来是比较松散的,啊, 好,但是现在看,啊,现在目前菲律宾的疫情,啊,已经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不断的飙高,好,所以呢,就是目前菲律宾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巴西当然是另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松散,啊,到目前为止呢,却看到他的这个疫情呢,也是一样,都没有控制下来, 目前呢,他的死亡的人数已经逼近了十万人,啊,那现在呢,他的总统虽然说,感染了新冠肺炎,好不容易看起来呢,回到了阴性,啊, 但他的夫人,目前呢,就第一夫人,啊,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好,那除了,啊,这个巴西的总统跟第一夫人,呢, 这个陆续,啊,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外,今天呢,全球里面又有一位呢,国家元首,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是科索沃,啊, 科索沃呢,他是在巴尔干半岛,他们的总理叫做霍蒂,霍蒂,啊,他在昨天, 最近消息,啊,说他自己说,啊,他在脸书上面说,他被检验出来,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说呢,啊,除了轻微的咳嗽之外,啊,他没有出现太多其他的症状, 但是因为确实,啊,确诊了,所以他说,我会,他在家里面,啊,会自主隔离 两个礼拜的时间,啊,科索沃呢,现在已经有,啊,九千多人染疫,啊, 所以呢,整个的,呃,欧洲到这个中南半岛,啊,不到那巴尔干半岛附近, 其实也都是零零星星,啊,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到的是欧洲,啊, 欧洲的话呢,呃,刚才我发现,啊,这个西班牙数字没有出来,啊, 啊,所以西班牙过去这几天是欧洲里面,呢,很明显,啊,这个死灰复燃的国家,啊, 但刚才没有看到这个最新的素质,那看到的是像是英国,德国, 大概都是像英国700多个,啊,单日,那德国呢,300多个,啊, 所以其实也都是零零星星的,啊,正在重新的,啊,慢慢的蔓延当中,啊,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都是呢,在这个疫情里面看到的,这个最新的部分, 呃,包括了菲律宾,啊,可能,呃,加强封锁跟隔离,包括了科索沃,啊,这个总理染疫, 那另外的话呢,相当美国,啊,他们呢,也出现了一些州,呃,在上个礼拜到周末的时间, 呃,也是让他们觉得,呃,蛮担忧的,啊,这个佛州,佛州呢, 他这个新冠肺炎呢,死亡的人数呢,连续四天创新高, 哦,那亚利桑那州,他确诊的病例呢,是增加,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啊, 纽约呢,过去呢,都算是掌控得宜,啊,所以呢,数字压很低,啊, 但是呢,从过去这个周末开始,啊,就从礼拜五开始, 他的一些,呃,重新,啊,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也变多了, 我刚看了一下,大概有700多个人,啊,那所以呢,嗯,这个部分也是让美国呢, 比较担忧的,啊,这个就是纽约,会不会呢,但是他们基本上来讲, 啊,现在还算是,KUMO,哦,还是蛮,蛮严格去控制的, 所以速度算是缓慢,啊,但是不论如何,啊,这都是呢, 有关于新冠肺炎在全球延烧,啊,所以呢,世卫组织呢, 几乎现在最近是天天每天都说话,啊,你讲到说这是绝对是一个本世纪,啊, 这个最,呃,不容轻忽,啊,而且会是这个最严峻, 而且会影响深远的一场,啊,这个全球的一个一,一级啦,啊, 好,那这个美国的,嗯,这个权威的公卫专家, 佛奇,啊,也是不断的,啊,这个,呃,提,就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啊, 但是他也不断的被川普攻击,好,所以呢,大概来说, 这是有关于,啊,这个目前疫情的最新状况提供给大家, 好,那这样的疫情底下呢,呃,这个欧美股市如何呢, 你很难想象欧美股市呢,还是该涨的,还是继续涨,啊, 不该涨的也还是涨,啊,尤其是科技类股带动了上个礼拜五呢, 呢,美国股市的涨幅,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道琼贵指数上涨了114.62点, 收到26428.32点,涨幅是0.44%, NASA指数上涨157.47点,收到10745.27点,涨幅是1.49%, 而S&P500呢,上涨了0.77%,那只有费城半导体是跌的,跌了0.52%, OK,好,所以呢,就是美国股市,哦,由这个科技类股带动,啊, 随时上扬的局面居多,那欧洲就没有那么欢欣鼓舞了,啊, 这个欧洲呢,是下跌的,呃,在法国部分下跌了1.43%, 德国下跌0.54%,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下跌了1.54%, 好,所以一个是0.54,一个是1.54,啊,那我们讲到呢,这个欧洲股市下跌是比较可以理解的, 哦,因为呢,上个礼拜五,他们在等于说在美国之后,哦,他们也公布了这个欧元区,哦,这个欧盟的,哦,这个相关的GDP, 而且他们的,嗯,第二季的GDP呢,就上一季,哦,比起第一季来说的话呢,是萎缩,哦,这个等于是季减了12.1%, 那比起去年同期,也就是去年的第二季,是呃,萎缩了15%,哦,所以呢,嗯,不是百,都是几乎是10%以上, 各不用讲说美国,美国是萎缩了32%,哎,好,但是呢,嗯,你可以比较理解的是欧洲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欧股下跌,哦,但是呢, 美国呢,呃,确实GDP出来之后,跌了一天之后呢,哇,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看起来气势如虹,哦,那都是因为跟科技类股,哦,有关, 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科技类股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因为,哦,这个苹果啦,脸书啦,Amazon呢, 他们在礼拜四的盘后,公布了他们相关的一些财报的数字,哦,那通通都是呢,呃,表现了,这个强强棍,哦,这个营收啦,利润啦,都是非常的好,哦, 我想跟整个疫情,呃,可能大家对于不管是,呃,电商啦,云端啦,哦,这个,呃,网络啦,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需求,哦,都让了他们的股价呢, 不断的上扬,当中只有alphabet,哦,这,这个部分,因为呢,是史上, 陷入史上首次的营收下滑,哦,说它的股价是下跌的,其他的话呢,都非常的亮眼,哦, 当中尤其苹果,哦,重新站上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哦,这个,嗯,呃,算是龙头的宝座,哦, 哦,我跟我们休学,再回来,好,回到啊,来宣时间,哦,那,OK,在美国股市部分的话呢,是,哦,相关的科技类股,哦,这个带动上扬当中的话,我们刚讲到呢, 苹果,哦,他们因为呢,在上个礼拜呢,哦,礼拜四的盘后,哦,公布了他们的财报, 他的年营收,哦,是增加了11%,哦,那缔造了历年同期的新高,哦,而且他把,宣布把他的股份,哦, 一股拆为四股,哦,可以希望能够触及更多投资人,哦,所以呢,这些呢,都让,哦,这个, 苹果的股,股价,哦,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飙涨了一成,哦,百分之十,所以呢,改写了历史的新高,市值登上了1.84兆美金,哦,所以重新夺回了,哦,这个比起这个沙尔利阿拉伯,哦,当初的这个石油公司,哦,等于石油重新夺回了,哦,这个市值最高的企业的宝座,哦,所以呢,你也很难想象,哦,就在几乎同时呢,包括,哦,这个苹果啦,脸书啦,Amazon的这些,呃,头头啊,呃,正在跟美国的国会, 哦,进行相关的听证,哦,他们被传唤,要求去说明,哦,是不是呢,有任何的违反了市场的可能影响到创新跟竞争,哦,这个不公平竞争的一些相关垄断行为,哦,但是呢,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呃,的获利这么的多,哦,那这个苹果呢,说着说着呢,他又重新,哦,这个做回呢,哦,这个市值最高的宝座,那我看到这个,嗯,他们在国会里面,哦,在直询,哦,这些相关的,呃,科技,呃,就是, 高科技的龙头的时候,哦,嗯,真的会觉得,一方面,他又是目前全,影响全球人的生活,哦,这个最深入,而且范,范围最广泛,哦,你去想象,如果你没有了苹果,没有了,啊,这个,呃,这个,呃,Google,可能没有了Amazon的,啊,这个网购,你的生活会,嗯,出现多大的变化, 啊,但同时,他们却利用这样的一个,呃,权力,啊,那或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可能,是不是呢,去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的竞争,啊,除了,哦,这个苹果看起来获利这么的高之外,啊,另外呢,像Amazon,他就在国会里面,被这些国会议员去质疑说, 你在去年,啊,说他的赚了大概有100多亿,啊,这样子的,呃,利润,但是他不用缴半毛钱,啊,在美国,那因为他可能这个总部也不是在美国之类的,啊,所以这个部分难怪,啊,你会觉得说,呃,不管是就使用者来说,他不是,是不是有一些,呃,垄断主导,啊,甚至影响到一些过度的,呃,筛选,啊,言论自由等等的疑虑,啊,那就市场的竞争来说的话,呢,也是他受到,呢,美国国会,啊,个关注的原因,啊,但是, 话说出来,虽然这个讲,样子讲,啊,这个上个礼拜五,呃,这几个股票呢,还是,啊,不断的往上标, OK,好,所以呢,尤其当中苹果呢,特别亮眼,那再来另外一个的话呢,是微软,啊,那微软呢,在组,啊,上礼拜五,本来是,呃,有下跌的,后来呢,翻红,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呃,他在礼拜五呢,是一个相当穷度的话题,因为TikTok的关系,啊,因为呢,这个抖音,啊,因为呢,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他预告了,啊,他会对抖音, 进行相关的,很可能,啊,正会打算要禁用,他说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啊,那,在礼拜五的稍早传出来说,啊,让微软,因为微软,啊,一直先前就有消息透露说, 他很可能,嗯,对抖音很有兴趣,啊,所以正打算接手,啊,所以,呃,这个部分呢,正在谈判当中,啊,但是呢,呃,消息这个样子到了比较晚,啊,这个礼拜五稍晚,个礼拜六,啊,就出现,呃,川普新的一个说法, 啊,他说,与其呢,让美国,就让与其让美,啊,抖音在美国成为美国公司,就还有分拆了,啊,的意思,啊,他说我宁愿禁用他,啊,所以呢,这个是, 川普他自己本身的,呃,说法上的不同,啊,反复了,啊,因为先前的话,不只是川普曾经暗示过,哦,他可能希望美国,呃,的公司去购买他, 让这个抖音成为美国公司,哦,那另外包括他们的财政部长,啊,还有蓬佩欧都正曾经这样子讲过,啊,但是呢, 而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川普说,与其呢,让他成为美国公司,宁愿禁用,他可能觉得这个效果来得更, 呃,强烈一点,啊,那所以呢,呃,这个,呃,这个,微软,啊,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目前的消息是说,他暂停购买抖音,啊,这样子这个谈判的行动, 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目前最新,啊,但是在上个礼拜五呢,因为传出来是要,啊,微软来收购, 哦,所以他的股价呢,是上扬的,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在苹果之外, 另外一个呢,呃,受到关注的高科技的类股,啊,这微软最新的一个状况, 啊,那但是就,呃,除了这些高科技类股呢,在上个礼拜五, 很明显的跟整个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脱钩之外,啊,其他的,啊, 美国经济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呢,有点担忧的,啊,第一个,啊, 我们看到呢,是惠玉,惠玉呢,是一个信用平等公司,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啊, 把这个美国的信用平等虽然保持在AAA,啊,这个三个A的等级, 但是,他的展望,由稳定,调降为负向,啊,理由是呢,公共财政的持续恶化, 可能正跟这段时间,啊,不断地地提出, 纾困,啊,刺激方案,啊,这个不断地在台高足,也是有关系的了,啊, 那他说呢,而且缺乏可靠的财政整合的计划,好,所以呢, 这是一个美国整体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信用平级往下降, 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呢,是美国确实,哦,大家要花很多精神在纾困, 但是纾困呢,目前还没有弹出一个,呃,这个结局来, 一个是包括刺激方案,啊,这个重新再有一兆元的刺激方案, 目前呢,在他们的国会里面,啊,还是,嗯,目前看起来呢, 是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呃,想法,啊,那共和党的最新说法是说, 这个,啊,白宫幕僚长的最新说法是说,因为民主党的领袖, 拒绝呢,这个刺激方案当中的有四项提议,啊, 好,所以双方呢,还在谈判当中,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还包括了呢,美国的初次请领失业金,啊,这个,呃, 救济金,它的,呃,时间,啊,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就会截止, 对,每个礼拜可以领六百块这个部分, 那,呃,他们本来是希望重新谈嘛,啊, 川普希望能够,呃,降低金额打折, 但是时间拉长一点,最好拉长到年底, 最好拉长到他选举完,啊,但是民主党呢,啊,反对,啊, 所以这么也还在谈,啊,所以呢, 刺激方案跟这个失业救济金,啊,即将到期, 这个部分都目前还没有看到呢, 明显的,啊,这个最新的方案谈出来,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对市场来说当然也是利空,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相关的比较传统的,啊, 这些企业呢,就不像高科技类股,啊, 这个那么的,嗯,表现亮眼,啊, 就受到疫情相当大的打击, 我们来看有几个, 第一个呢,是雪佛龙跟IX美孚, 这两个呢,石油巨破,啊, 他们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财报, 他们财报呢,陷入了30年来最大的亏损,啊, 所以两家公司的股价, 在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呢,都是应声下跌的, OK,好,那这个只有XMF的尾盘,啊, 稍微的拉抬,啊,小涨了0.5%,啊,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相关的压力有多大, 那再来的话呢,还包括了像是一些, 嗯,其他的,啊,像是, 那卡特皮尔,啊,他被认为是, 开拓重工,啊,被认为是工业的金丝雀, 仅,仅器的金丝雀,啊, 那这个金丝雀目前看起来,啊, 叫声非常的微弱,啊, 啊,他靠削减成本,弥补销售下滑的颓势, 啊,但是展望明年,啊,年底, 物云密布, 好,回到,啊,蓝薰时间,啊, 什么刚刚讲到的是呢, 高科接力股,啊,这个在上个礼拜五的话呢, 表现了气势如虹,那,啊, 这个苹果还重新站上了,啊, 这个全球的市值王的宝座, 那,微软因为抖音的这个相关并购的话题,啊, 这个受到关注, 那这个部分当然背后,啊, 还是一个美中之间的,啊, 拉锯,啊,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 这是他最新的,啊,这个战场, 先前是华为,啊,那华为现在大概也, 也得到,啊,这个其他的盟国的一些支持了, 嘛,啊,这个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啦, 美国,啦,啊,这个德国等等,啊, 啊,那,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他将向抖音,啊,这个来开刀,啊, 所以呢,在继印度之后,啊, 那这个美国很可能,啊, 他就说,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最新消息, 啊,蓬佩奥说,啊,这个川普数日之内, 啊,将对于中国的软体公司,呢, 采取行动,啊,这个最主要讲的应该就是抖音, 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川普的态度, 啊,已经开始出来了, 他说还会采取几个, 还会正在评估啦,啊, 那很可能呢,这个措施之一是禁用, 那,呃,这两天可能就会做最后的宣布,啊, 也因此呢,呃, RaiRan要不要并购他, 目前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改变,啊, 本来说要并购的, 现在又说暂缓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到是传统类股,啊, 那看起来就,啊, 不在这个话题上, 他事实上呢,受到疫情的影响都还蛮大的, 包括几家石油公司,啊, 那另外的话呢, 包括,呃,开拓重工, 那再来的话呢, 那个最新的,呃, 另外一个,啊,是Undermore, 哦,大家很熟悉, 是一个运动品牌, 那他在上个礼拜,啊, 公布他的财报, 第二季的营收呢, 年减41%, 哦,这个幅度也还蛮大的,啊, 所以呢,他收盘重挫了8.12%, OK,好,所以呢, 这些呢,是在上个礼拜五,啊, 比较看得到的话题性的一些个股, 好,所以呢, 就整个来看的话呢, 美国的经济,啊, 确实还是让人家觉得担忧的,啊, 一方面是疫情, 那二方面是疫情底下, 跟疫情脱钩的,啊, 这些呢,科技的类股呢, 也有,啊, 这是不是过度的,啊, 飙高,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状况, 好,那,啊, 最后我们来看油价, 油价在上个礼拜五,啊, 是上扬的, 呃,我们看到在纽约部分,啊, 是涨了0.9%, 收贷每一桶40.27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0.8%, 收贷每一桶43.3块钱美金, 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 有两大,啊,这个石油公司呢, 看起来财报,啊, 表现都不是那么的乐观, 但是呢,呃, 在上个礼拜五,啊, 看起来的状况是因为到8月份,啊, 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他们要放宽减产的限制,啊, 所以呢,这个相关的油价,呢, 是呈现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局面, 好,所以呢, 这是跟油价,啊, 这个相关的消息, 不过就整个的全球经济来看的话,啊, 比较特别的是就在一片,啊, 这个GDP正在公布的这个当下, 他们台湾也是,啊, 目前看起来第二季也是萎缩的, 但只有全世界目前看起来只有中国大陆,啊, 他在上个礼拜公布的GDP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是小涨了,啊, 这个是上扬的3.2%,啊, 所以比起其他的地方萎缩10%,啦, 萎缩32%,啦,啊,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是全球,啊, 甚至很多的一些专家跟市场人士,啊, 在研判, 应该是在2020年唯一还可以维持正成长,啊, 这个经济正成长的国家了,啊, 啊,所以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呢, 确实有个新的数字,啊, 似乎也是佐证了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分析, 那就是他们7月份所公布的,啊, 这个制造业的复苏的状况, 而这个是美,啊,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啊, 上个礼拜五的数字, 7月份的,啊,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PMI从6月份,啊, 这已经, 6月份已经回到融户值以上50.9了,啊, 又再往上升了一点, 到了51.1,啊, 所以呢, 超出,啊, 一般经济学家的预期,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等于是他, 呃, 从一开始,啊, 这个年初送到疫情的重挫, 跌到了融户值以下之后,啊, 连续第五个月,呢, 回到了融户值以上了,啊,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呃, 这些部分,啊, 呃, 在制造业部分表现还不错, 那另外的话, 非制造业的PMI,啊, 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 呃, 那最主要是房地产,啊, 跟一些相关的投资领域,啊, 说呢, 也推升了一些,呢, 跟建筑有关的活动,啊, 所以呢, 带动了一些,呢, 商业的指标, 那,啊, 但是,啊, 这个整体的数字, 看起来这个非制造业的部分, 是从六月份的54.4, 下滑到的54.2, 啊, 代表的就是说, 而还不是那么的稳定,啊, 尤其是呢, 现在这个洪灾,啊, 影响到的,啊, 中国大陆, 影响还蛮大的,啊, 而且对服务业的复苏,呢, 造成了, 呃, 一部分的冲击,啊, 所以呢, 等于是在中国大陆,啊, 虽然相较于全球, 它算是一个呢, 有复苏迹象的一个地区,啊, 虽然是目前唯一的,啊, 或是说最早,啊, 出现了一个地区, 但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 还是有点落差, 呃, 这个, 非制造业, 就是服务业为主, 这个部分受到呢, 洪峰的影响还蛮大的, 大致来说是这个样子, 好,那全球当然要看看疫情控制的状况,啊, 这个中国大陆给了一个, 呃, 带有一点点希望, 或者是隧道尽头的亮光的地方, 在于说, 您只要疫情控制得宜, 你的经济是有可能,啊, 慢慢起来的, 但问题在于说, 现在就是全球, 就是控制不得宜,嘛,啊, 所以呢, 目前的疫情,啊, 还是非常的严峻,啊, 所以对整个的经济的压力, 还是来得很大的,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呢, 跟今天,啊, 有关的全球相关的,啊, 这个经济,啊, 跟疫情,啊, 以及中美之间,啊, 有关的抖音,啊, 这个最新的战场,啊, 这个最新的相关消息,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啊, 再看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是来自于香港了,啊, 那这个香港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 呃, 有关于他们的, 嗯, 立法会的选举决定要延后, 啊, 这个是在周末的时候发生的消息, 呃, 在这个之前才讲到说, 呃, 有12个人,啊, 他们被要求禁止参加立法会的选举, 嘛, 这黄之锋等,啊, 但是呢, 才这样讲完之后,啊, 就在这个周末, 呃, 林郑月娥正式宣布, 啊, 他们要把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延后一年, 啊, 那问题在于说, 他们的立法会的任期, 立法会的委员,啊, 任期就要到了, 那怎么办, 他就说, 好, 那就是会, 呃, 想办法吧, 就是他们法令,啊, 可能必须要去找出他的一个适法性,啊, 但是目前为止的方向, 就是把现任的立法会,啊, 的这个委员, 把它延长任期一年,啊, 让他们撑到明年的九月,啊, 再来进行选举, 那当然,啊, 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还加了一个诞书, 说呢, 呃, 一些在过去这段时间, 如果有任何违反港版国安法的, 这些现任的立法局, 立法会的委员,呢, 不得延任, 啊, 就是说, 在延任, 啊, 有资格延任一年的这些人里面, 还要去排除一些很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的, 啊, 那所以这些部分, 嗯, 都会引起啊, 很多的一些民主派的啊, 这些人士的抗议, 第二个抗议就是说, 你有什么延任, 呃, 有什么延选, 啊, 就是说这些, 呃, 目前的疫情有到不能够去举行选举的状况吗, 这是第一个质疑, 第二个就是你凭什么的中间去筛选, 有些人可以延任一年, 有些人不能够延任一年, 啊, 所以呢, 对于香港来看的话呢, 呢, 目前啊, 这个整个延选的讯息, 当然可以知道说他借由疫情去避掉一个他没有把握的状况, 但是全球当然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 就是说家质疑问的状况, 就是说家质疑问的状况, 是说家质疑问的状况, 完全不作用家质疑问的状况, 是说家质疑问的状况, 是这个市场的状况, 是说家质疑问的状况, 不是因为家质疑问的状况, 是不居多的状况, 这一致有两心有民众权退众的状况, 就会去那一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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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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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比较震撼的地方在于说 也就是我们正在讨论到 李登辉前总统过世 对于台湾民主等等的贡献 讲到台湾的民主如何一路走来 但显然的就是如我所说的 李登辉对于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 关键的力量跟角色跟推手 但是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为止 是坦白讲颠颠颠簸簸簸的 那不只是大家认为的国民党过去长期执政的 这个一些贪腐的状况 是现在连民进党已经接近了 也算是这个几次执政了 他们的贪腐状况比起国民党来说呢 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里面的话呢 大家看到这个名单 第一个可能会觉得惊讶的是 怎么又是苏正清 所以苏正清的案子 就是这位苏家全的侄子 他真的是相关的涉案的弊案 真的是很不少 从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看他去年是因为成美财掏空的案件 这个被质疑 所以一度呢 他本来是要列在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后来被拔掉了 他就转而去参选这个区域 那挤掉了庄瑞雄 这个部分 让庄瑞雄到了不分区 所以这是去年的事情 那今年的话呢 又传出来包括呢 先前讲到说 印尼的男相 才说呢 他是不是借由国营事业的 这个状况 去接触到跟印尼有关的 外劳仲介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疑云 这个中间也牵扯到了苏家全 所以呢 再来就是接下来 还包括这一次 这个相关的案件 这一次的话呢 讲到的就是 整个目前看起来呢 跟搜狗的案子是有关 而且他中间是拿到最多钱的人 目前在检方的 这个侦办当中 说他应该拿到了 前前后后 两千万的汇款 所以呢 这个是苏正清 所以呢 在连带的产生的效应是 昨天 总统府的秘书长 苏家全 正式请辞 总统府的秘书长 嗯 他说呢 他的说法是说呢 他用他的一生去捍卫他的清白 因为清白是他的第二生命 所以他认为啊 这个有关于苏正清的事件 还包括了他自己啊 被抹黑 所以他认为呢 他会影响到这个蔡英文了 所以他就坚持请辞 他成为呢 最短命的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啊 不过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可能跟他画下防火线 也是有关系的 OK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明天再来谈 这个相关的弊案 就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